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的共同记忆 宏大老人基金会最近几年就在各地推广设立不老棒球队 在高雄大辽区的后庄社区 他们就成立了一支球队 成员们年龄加起来不少 但是活力却一点都不减 更是越练越起劲 在球场上经常可以看到球员认真切磋球技的交流 以及自信的笑容 实现梦想真的没有年龄的限制 来看一手大学团队的报道 在棒球场上奔跑的不是活力的青少年 也不是专业的职棒球员 而是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幸福后庄 不老棒球队 他们是由男士65岁以上 女士5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组成 虽然球员的年龄加起来近千岁 但是他们对棒球的热情却是完全不输给年轻人 作为高雄唯一一支不老棒球队 幸福后庄代表了南台湾崭新的热血 我们就请他来开一个说明会 他先带我们去临边不老棒球队 然后去跟他们交我 然后顺便去他们社区走一走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玩球 然后回来之后 那我就跟他聊一聊说 那要不要来办个说明会 就是说你们那个不老棒球到底是怎么去运作啊 我是觉得那我有没有可能除了关怀巨脸的长辈 又去服务不同的长辈 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子邀 然后先从我们的长辈开始挑 开始邀约他们 然后就在我们邻近的后庄国小先开始练 在他们的年代 棒球其实是许多人的梦想 可能因为上班家庭或是性别的不允许 让这些阿公阿嬷们在年轻的时候 未能实现棒球梦 从小我就很喜欢打棒球 就从国小一直摸棒球 摸到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 就来参加这个棒球以后 这个不老棒球以后 就觉得我的心态就好像有年轻十岁以上 他们现在有练出兴趣了 他们以前是没有意见到的训练棒球 我觉得好像是我发觉了 有好几个来到球场很喜欢来 而且眼睛会发亮 棒球对年长者来说 他们是一种好像小时候的梦想吧 很多人都这样子 大家在聊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说法 一早都几点就来看棒球 几点看到几点 因为他没有电视去对看 去出兵几点看 所以他对这行运动是有那个热忱的 成立一年多的幸福后装 也参加过许多比赛 和一般人一样 赢了会聚在一起欢呼 笑谈自己的那一挥棒 是多么的帅气 输了也是会失落 但是绝对不会放弃 这些挫折都会使他们更加进步 赛后增加更多练习时间 就算下雨天也坚持要开检讨会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却因为喜欢同一件事 拥有相同的心愿 那米在厨房里面 他们在厨房里面 厨房里面就不用管理 搞不搞不搞 就继续 如果他没有管理 你就贪到 吃到的时候应该 俗话说得好 两人成瓣三人不欢 一群人聚在一起 一定还是少不了摩擦 但是这些磨合的过程 都会使他们更加了解彼此 那是人瓣 不是你瓣 对啊 你如果大联盟不可以这样啊 你弄一下就好了 就是我们自己稍微散一下就好了 不要跟他争 虽然宏道基金会 根据不老棒球队的状况 把一般棒球改成软式安全球 雷包之间的距离 缩短为十八公尺 但是运动毕竟是运动 一不小心 还是会出现大大小小的伤口 可能就是那个运动前 软身没有 这边又开始酸痛又伤了 所以今天刚刚下去跑了 海洋可以开始跑回来 这边又开始酸痛 已经痛了好几天 因为中秋节那几天医院都没有开 受伤喔 只是一次接球稍微 走到一点点 左手去接球的时候 右手去这样 然后它那个球是滚的 就把这个滚压 就受伤一次而已 还好一个月后 还是来练球啦 还好那时 那个时候刚好下雨 休一个月 刚好鼠又复原 不老棒球为了让阿公阿嬤们 都能实现棒球梦 所以跟一般棒球不同 采取男女混赛制度 在梦想面前不分性别 人人平等 但其实对棒球空有一股热情 在球场上很容易勉强自己 一不小心就做出 超出能力范围的动作 普通的棒球队 他们是年轻人的 这个不老棒球是算 六十五岁以上 六十五岁你也知道 不老棒球的以上就是 要让我们这些老人 有温度的空间 不是很强烈的 你如果强烈的 一定要去倒雷 就是我们老人 不会倒雷 倒雷的时候要滑雷 滑雷我们老人 不会跟这些伤 我还有一时候 如果志工球员 就是六十五下的球员 船球也不能直接船 船里包 封杀 刺杀 那个跑雷 要经过旁边的转船 一切大概都为了保护 都是年纪大的不老球 幸福后庄 这个好不容易才成立的 不老棒球队 他们一步一脚印开始寻梦 自己找球场 找教练 募款买球具 从原本少少的七人 变成现在的二十人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掀开人生的第二章 我越练越想念 因为本来本来是 那个 塌人头的 就是不够人嘛 后来就是 因为长辈不够了 我们志工就塌人头 后来一头再下去 可是他运动真的很好 胆固层真的都不用吃药了 我自己的感觉 胆固层他一定要运动嘛 要运动他胆固层就会 有我的分享是这样的 其实以后装 今天的后装就是来讲的话 他们去年底成立 然后今年初开始 原本一个礼拜练 一天到后来 很认真一个礼拜练两天 像真的这次比赛之前 除了一四以万 他们知道礼拜四就要比赛 礼拜一练完呢 隔天又有人说 要不要再出来练球一下 因为大赦 穿上甲是个强队 所以看到他们很注重 他们生活里面的 一个礼拜里面 可能我们小朋友去补习班 或是在残疑班 他们的活动就是来练起棒球 也借此来做健康促进的工作 如果要对我们的球员说的 我只想说一句话 就是感谢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就不能成为一支球队 而且没有大家的一起参与 这个球队也不能够成立 所以我最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感谢他们 感谢我的队员 其实在他们组成球队时 在他们挥棒时 在他们为了胜利 而欢呼有话时 露出的笑容 被着实地踩在梦想的垒包上 他们追梦 禀言梦 他们的不老棒球魂 将继续燃烧 加油 后装 加油 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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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高龄长辈 除了可以从新时期过去 想要达成的梦想外 也可以尝试看看 没有接触过的新事物 台南的银童社区 开启一个熟灵霸台手的计划 过去可能没有喝咖啡习惯 也没有煮过咖啡的长辈 跟着专业者学习操作咖啡机 打奶泡 拉花 特别充满感情的熟灵拉花咖啡 喝起来不仅特别有温度 更重要的是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和人接触 透过学习新事物 来保持年轻的心 来看长荣大学团队的报导 正正咖啡香不必而来 我们的努力也比较一堆中 专注的神情 一点也不输给专业的咖啡师 80几岁的义养 是首领霸台手的听见 从学习操作咖啡机 打奶泡 拉花 每一个环节对餐女的阿嬷来说 都是新鲜的体验 虽然生理上的退化 让长辈们要熟悉每个关节 每个花点时间练习 但她们仍然一变育并的耐心操作 就是其实他们阿嬷很多时候都是 拉不出那一朵花 其实有时候我都在想说 是不是我自己 我的教法有问题 所以我后来有找了好几个 外面外界的人来教 就很多很厉害的拉花的老师 咖啡的那个冠军那些 可是来还是一样 他们还是那个花就是拉不出来 所以我就在想说 那个有时候是熟悉度的问题 对 可能就是变成 你要尝尝 你要每天每天都可能好几杯 这样子让它练 它才有办法 我觉得重点好像也不是拉出那朵花 而是那个陪伴 我尽由因为这样子的课程 而跟他们建立的那个情感 我觉得那个还比起 你有没有拉出那朵花是更为重要 除了煮咖啡 店里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课程 但阿嬷们可不一定都只当学生 像是玉璃阿嬷手持勾针编织技巧 如果想特别设计成毛线真正替代 阿嬷这时可就成了最佳指导老师 不可以这样做 我是有些花可以而已 因为我叫我 说很漂亮很漂亮 不可以说叫我改 我想想好啊 好啊 如果靠下来 你这样说 好啊 好啊 就 有了阿嬷担任守林 大台熟的咖啡店 變得更有溫度 店家還特地為熟齡拉花的咖啡 以阿嬤的形象 設計了可愛的貼紙 雖然有時要喝杯阿嬤拉花咖啡 可以等上比較久的時間 但遞上咖啡時 它不單單只是一杯 咖啡的情感連結 往往讓客人印象深刻 其實阿嬤她教我很多事情 因為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難關吧 或是遇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有時候我都會找阿嬤聊一聊 我覺得他們的人生經驗還是比我們豐富 有時候他們的一句話 其實是可以安慰到很多年輕人的心 會關心 他們會關心你 有時候他們只是單純 看你怎麼這麼久沒有來 或是怎麼樣 他們就會帶一個 帶他們家他自己做的什麼東西 或者是小點心啊 或是什麼 他覺得好吃的東西 然後來說要送給你吃 其實他們是要來看你 或是說他幫你照顧 我們工作在的職務 然後透過職務來跟你講說 啊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是想要多跟你有交流 多關心你最近狀況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都是很貼心的 嗯 然後我就在阿公阿嬤身上學到的是 不一樣的人生智慧 熟齡霸台首計畫從2017年開始 參與的阿嬤們大部分都來自 銀銅社區的居民 而銀銅社區從幾年前 就因應著社區高齡化 與成功大學駐點研究團隊合作 進行一系列的活動 鼓勵長輩走出家門 參與社區活動 宣傳布條在住而成的背心 洗衣粉和做成的小鼓 飯池拿來充當打鼓棒 這是台南市銀銅社區的 哭手樂團 團員皆為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嬤 船上勇回收舞在住而成的表演服裝 搭配上不整齊 但火力失助的舞步 這就是哭手樂團的最大魅力 因為年紀都比較大了 大家不會說跳舞至金賊 可是就是很好玩 大家不是在求說 一定要比賽是甚麼 大家在一起 好像一個團隊的精神 這樣大家覺得很好玩就是了 銀銅社區內定居超過上百名老人 是個高銀社區 為了讓阿公阿嬤們走出戶外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除了帶領他們 一起裝置與彩繪社區外 跟成立了 哭手樂團與騎鮮女導覽隊 讓阿公阿嬤們 乏味的生活多了許多樂趣 因為他不是職業表演團 他會脫離到主題 可是那個主題又是他很生活的東西 平常的時候 其實也不用刻意叫我們出來解說 你在這裡走的時候 你看到長者或廟宇 先生跟他問他都會很樂意跟你分享 對阿公阿嬤們來說 年紀大了 身邊留下的人變少了 漸漸的便會感到孤單 但因為這些社區活動 讓他們能夠在表演中找到自信 在導覽中與人接觸 更透過樂團 導覽隊 等各類活動 認識了更多社區內的人 彼此相互照顧 建立起溫暖情依 豐富的社區活動 然後我就不然說 要不是他們 我也可能想像我自己老年後的生活 我覺得這些課程 就也不要拍攝去上課 對啊 就是來聽聽看啊 來看人家在幹嘛 跟人家揪一遍這些事情 會比較是開放心 我覺得在他們身上 我看到我希望我老年後的生活是怎麼樣 有時候我都覺得說 如果我老年的時候也可以 有這麼多活動 這麼多年輕人陪伴 我應該蠻幸福的 一試互相一伴 學習 包括交友 觸發彼此的思考點 一試只要帶著活到老 學到老的精神 沒有什麼不可能 你自己不會成為學習的之外 永遠都可以是十八歲 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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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很多人有養兒防老的觀念 認為年紀大了 就應該和子女同住 由他們來照顧 但是現在各地有許多設備齊全的 老人住宅以及長照機構 住在這些地方 反而能夠有更豐富的生活 和妥善的醫療照顧 許多長輩 現在都寧可自己好好規劃 晚年的居住 活得開心又健康 來看南華大學 團隊的報導 現年九十七歲的邱君生爺爺 是位於嘉義市公益路的老人住宅 長青園最年長的一位住戶 最年長的一位住戶 公告就叫做這個 重青園 重青園 嘉義市長青園 是由政府交由嘉義市基督教醫院 進行OT委外經營 提供給六十五歲以上 生活能夠自理的長者 目前機構有三十三床 隔滿狀態 是嘉義市目前唯一一一間的老人住宅 那就是我啦 這我甘阿孫叫爺爺 他都叫我爺爺 這就是傳家府 人家孤獨的在家 他沒有人陪伴 他甚至可能因為身體精神退化 那必須要常上醫院常上診所 可是他連一個交通工具都沒有 他連可以去接送他去就醫的人都沒有 那平常他如果沒有去增加他自己的人際關係 或交友圈 他其實是梳離的 也是孤立的 那與其在一個疏離孤立的生活環境又不安全 那是有沒有辦法提供一個 讓老人家他其實可以自由進出 可是有足夠的社群 跟足夠的安全的居家環境 可以讓老人家這裡安度晚年 那就是我們這個老人公寓的發想 那早幾年確實都是虧損的狀態 那大概106年之後 開始持平 甚至有一些些的盈餘 長青園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歷史 長者離開過去熟悉的生活環境 到了主打高自由度的老人住宅 生活上是否又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我沒有人和我做伴 我兒子說要帶我去台灣 我來安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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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在西洋樓間 在西洋樓那裡 西洋樓 原先的生活環境不適合長者居住 加上子女外出工作 長者獨自一人在家 而老人住宅特別設立無障礙空間 幫助長者日常起居更加方便 我覺得以我們長青園的老人住宅來講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環境 大部分的話那個空間幾乎都是房間 我覺得我們的公共空間 我覺得比較不足 這是當初市府在設計可能空間 就已經被局限住 我們大概就只有公共的交易廳 或是那個角落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相對我自己覺得 是比較不足的部分 目前台灣長照政策著重在預防老化 其中社交就是很重要的一環 例如推廣在地老化的上林社區 共餐就是社區長者們最棒的社交方式 我每天都來 每天都來 每天都來 我這裡比較有勇 也比較有勇 也比較有勇敢 還可以唱卡拉OK 不然我們的家都在外國做生意 機構與社區的制度雖然不同 但都是為了充實長者們的 晚年生活 參考國外的長照做法 並反思國內現況 雙方如何相輔相成 更是大眾值得去探討的議題 那像有一些日本的一個老人住宅 他們也是會提供共產服務 也就是讓社區的民眾 進來到我們老人住宅 跟我們老人住宅的長者 一起在一個空間裡面用餐 也就是說我們的老人住宅裡面 是跟社區做結合的 那整個氣氛是會火落起來的 目前我們所強調的 都希望老人家可以預防 濕冷 延環 老化 可是在這個背後裡面 就是我們常講到活躍老化的一種概念 可是活躍老化概念幾乎包含了 身體方面的健康 心理方面的健康 可是目前很多單位所在意的 所著重都在身體方面的健康 有關老人家心理跟靈性的部分 提供比較少的一種服務 所以我們必須要針對 每一個老人家的一個 以前的生活背景 我們去做了解 來規劃到未來他住在我們老人住宅的時候 老人公寓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安排相關性的一些活動 因為每個老人家背後他的生命故事 還有他對未來在住在我們老人公寓裡面 老人住宅裡面 他對剩下的這人生 他的期待是什麼 所以我們不要去思考是說 老人家老後的生活就是特別的負面 特別的不精彩 他們也是可以很精彩的 那只是我們在經營老人住宅的時候 如何去了解老人家 才有辦法提供他們精彩的老後的一個生活 老化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 為了讓老後生活更加精彩 不只要提倡健康 身心理三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期望老人住宅與台灣長照政策的未來 能夠有更好的發展空間 總結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